一 走 二 三 四 传统武术基础功法 松松功法 中部的教学视频 第三个动作 向两侧左右转腰这个动作 我们在练拳里面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练拳不活腰 终究技不高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什么样 腰要活 那么这个动作 第一不光是通过两侧转腰的时候 来拉伸我们腰部的这个肌肉 同时还能够让我们的腰部一步一步的去变活 变得更加去灵活 好 来 那么就跟我一起来学习第三个动作 向两侧转腰的这个动作 分左右啊 分左右 先向左边转 然后再向右边转 好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双脚与肩同宽 还是与肩同宽 好 把我们双手拿出来 如同站混元桩一样 保持混元桩的一种状态 身体要有一个合劲 不要松散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求我们的腰部还是要去放松 把我们的维履尽可能的往下拉 头顶要保证 保持中正 虚拧顶劲 好 含胸拔背 好 以我们的腰围轴心 就是我们的腰围轴心 向左边去转 好 在转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去拧我们的膝盖 不要我们的膝盖 因为如果说你的腰部转的时候 你带动你的膝盖去转 的话很容易造成我们膝盖的一个扭伤 所以说保持我们的什么样 腰胯放松 把我们的重心能够坐下来 沉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着力 沉到我们的这个脚掌上 保持身体的合住 以腰围轴 好 先看我做一遍 头顶正 切记不要两边晃 吸气 呼 好 这样去做 好 来 跟我一起来一遍 好 来 准备 先走左边 再走右边 走 吸气 头顶正 喊胸拔背 松腰坐胯 向左边 走 一 二 好 先走左边 然后左的过程当中 切记的就是 我们上肢始终要保持一个什么样 合径 不要散 不是说你的手走 而腰部走 不是的 是你的腰带动你的肩和手去走 而不是你的手带动你的什么样 肩和腰去走 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 下面 就是我们的下盘 一定要保持它的如如不动 就像那个大树的根一样 不断地往地底下去扎 是不是 你不可能说在做过程的 做动作的过程当中 你去抬脚尖 或者说抬脚后根 经常去拔 这样的话可能导致我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 保证我们的身形就是不稳 属于一种晃的一种状态 所以下盘要像大树的根 牢牢地扎于地下 起根再讲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好 调整呼吸 现在是向右边走 刚刚我们向左边 现在向右边 好 腰部自然放松 胯要做 腰要松 头要顶 手要什么样 爆 要有一个合径 好 调整呼吸 吸气 配合呼吸 走 一 对 二 手不要丢 三 对 四 五 你看 你这个就是手在走 所以腰没有动 所以说 你看你手在走 就像那肩膀过去了 但是你腰还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要的是你腰转 看到没 不是手这样丢下去 明白吗 身体要合住 上肢要保持合住 好 这就是传统武术基本功法 中盘的练习第三个动作